北京时间6月7日凌晨 苹果正式召开了WWDC2012开发者大会 除了更新了根据安卓化的iOS16 iPadOS16外 最为重磅的就是发布了全新一代的M2芯片 具体来看M2芯片采用了台积电第二代5nm制程工艺 由200一个晶体管组成 仍然保持了4个性能核加上4个效率核的8核心设计 而当中性能核的L2级缓存 由原本的12Mb增加至了16Mb 同时GPU核心数提升至了10个 神经引擎核心数提升至了16个 并支持了LPDDR5内存 可提供100GB每秒的内存带宽 如果要与前代M1芯片做对比的话 M2芯片的晶体管数量提升了50% CPU性能提升了18% GPU性能提高了35% 神经引擎速度提高了40% 内存带宽增加了25% 除此之外M2芯片还配备了新版的视频编辑码模块 并增加了对Pro-Rise和Pro-Rise的RAW编辑码器支持 也正式支持了8K视频解码 至于在性能方面 苹果表示在相同功耗下 M2芯片的性能是Intel Core i7-1255U的1.9倍 而在相同性能下 M2芯片的功耗为Intel Core i7-1255U的25% 同时把比较对象换成Intel Core i7-1260P的话 M2芯片可以在25%的功耗下提供87%的峰值性能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这对于M1提升者的M2而言 改进和提升完全是在变相的解压膏 除此之外苹果还宣称 在与搭配Intel Core i5双核处理器的比较中 M2芯片在视频剪辑方面快了15倍 在图像放大方面更是快了26倍 但事实也并非如此 目前可以从宣传意面上发现一些端倪 具体来看 对比MacBook Air M2版本的产品 苹果选用了2019款MacBook Air 其搭载的CPU为14nm的双核酷睿i5-8210W 要知道这可是Intel四年前的八代酷睿 基础频率只有1.67Hz 配备的核显还是UHD Graphics 617 而苹果的M2则是基于5nm工艺 并用了8个CPU核心 外加10个GPU核心 完全像是一种大炮与弹弓之间的强强对决 除此之外 明明最近一代的MacBook Air 搭载的是时代酷睿i5-1030G7 但苹果就是不予比较 硬是拿更加老旧的产品来做对比宣传 难不成是想要证明i5-8210Y 会比i5-1030G7更强吗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当然 这样的营销手段 无非就是想证明M2的性能强劲 能耗比优秀 而这些也的确是苹果的优势之处 但这样的对比也略显不厚道了 完全是甚至不武的事情 这放在别人小厂还好 但你可是苹果啊 还望清醒一点 说了那么多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价格方面 目前搭载M2芯片的MacBook Air 起售价为9499元 而升级款的MacBook Pro 起售价为9999元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 各位还算满意嘛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上留言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义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